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次跟大家說說移民話題 近來我們都看到有人走了回來 然後又回流香港 又或者有些還在考慮走不走好 有人就覺得 尤其是那些走了之後 可能走了幾年 轉頭又想回來 其實是否很無謂 有人就覺得 這些事情不如 遲早你也打算回來香港 是否應該不要走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一起探討一下研究一下 如果你這樣說 遲早也要死的 很多事情都要遲早 你既然說到這麼 好像很 劃死一件事的時候 結果就是看死你自己一定要回來的時候 你就覺得不應該走去移民 或者是否應該不要離開香港 我覺得其實這句說話可圈可點 為什麼這樣說 不要說到剛才這麼灰 人就遲早都要死 這是事實 暫時都沒有長生不老 但是可能我這句說話 講完兩天後三天後 突然這個世界改變了 科學家突然發現人類可以不用死 可以活到一千歲一萬歲 百多萬年都不會長生不老 可能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將來的事情我們不知道 何解 有人會覺得遲早都要回香港 他們究竟那個論調在哪裡 如果他們覺得這些論調成立的話 我們是否應該不要離開香港 第一件事 有人會這樣看 尤其是你看到 有很多年輕人也好 有很多不同的人士 會在網上吸收很多不同的資訊 可能看到人們現在冰天雪地 下雪好像很棒 有些砌雪人很過癮 我也想去試試 又或者看到經濟環境 或者生活成本 各樣各樣 很多人都會想著 有一種想法 就是他去移民 首先可以先試試 去不同的世界各地地方 然後嘗試一下融入他們 尤其是年輕人會想著自己 年輕人成本少 沒得輸 有什麼事 搞不定的 回來香港賺錢 有人反而反過來 可能在香港混賬不成 想著不如試試出去闖一片天 如果搞不定的 又回香港 有人就說 如果用這種心態 那是不是應該不要走呢 有人就覺得 走得到當然要走 有得選好過沒有得選 這樣 有人就說 賺錢至上 其他東西可以放在一邊 當然 其實你要再去看的話 很多人說移民為了年輕人 為了兒女 這個話題 我覺得又可以 差一點點說 其實說實話 經常說為了兒女 有沒有聽過兒女的心聲 我們聽到父母說的看法 說得多 我們有沒有聽過兒女的心聲 我們有沒有研究過 那些小孩子 願不願意跟他們走 經常說 這一代 為了下一代 放棄上一代 這一代人 決定了兩代人的命運 我覺得 好像會不會有些自私呢 為什麼呢 舉例 上一代 我不想走 幾十歲人 去一個洋鬼子的地方 一個地方 什麼都不懂 外語也不懂 他的話也不懂 沒有人沒有物 人 活了一百年多 正所謂七六八十 你叫我去改變 自己 整個環境 重新適應 很難遮掩 他們又不願意走 好 有時候可能有些子女 威逼利友 什麼都好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孫子 說得好像很慘 不知道怎樣 好了 上一代的心聲 可能你會聽到 但是你下一代的心聲 即是說 你的子女 他們有沒有什麼意見 通常他們沒有 其實某程度上 他們沒有選擇 因為他們要跟著父母 對吧 即是說 可能要反過來 小朋友 因為要跟著父母 放棄自己的決定 放棄自己的理念 放棄自己的理想 要跟你們一起走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很多人就說 你口口聲聲 就說 我要為了下一代 但是下一代的看法又是怎樣 其實某程度上 原來你會幫他做錯決定 即是你這麼辛苦 舉例有些人是 那個兒子 可能過了十年八年後 長大了 他發現之後 我也是想回到香港 或者覺得香港 始終都是自己出生的地方 爸爸媽媽那麼辛苦 即是公書教學幾十年 又或者捱那麼辛苦 放棄自己的地方 轉頭你跟我說 你要回香港 不是吧 這樣 其實如果按照那個說話 即是 其實遲早也有機會回香港 是不是不應該要走呢 這樣 其實 剛才說 很多人會為了子女移民 他們可能從來都沒有問過子女的想法 如果 如果 你的子女長大了之後 又要回來香港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很浪費我的時間 那就早就不離開 對吧 我自己覺得 首先不要說一定 沒有說一定 沒有說一定 如果 你說 要為了子女 你的子女 願意的 不要說 不能選擇 可能有些子女 比較大 開始就中學 各樣 你願不願意 那怎麼辦 你當然要讀書 還是怎樣 這樣 我覺得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每個人都 不知道 我們的將來 會是怎樣的 很多人 有人會覺得 其實某程度上 你去到那個地方 人生路不熟 又不懂 你也是膽 膽 如果搞不定 都要回來的時候 等同 有些人會 出去讀書 試一下別人的環境 沒有說對與錯 沒有說什麼 只不過是 不試過你又不知道 所以如果 有人說 如果你怕書 你什麼都怕死的時候 那你什麼都不要做 那我什麼都就躺平 坐在那裡 其實你在香港也是 我怕辛苦 我猜得很辛苦 那我又不做這份工 我什麼都很慘 我又不做 那又躺在那裡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都不是一個好的辦法 其實某程度上 首先 我自己覺得 你一個人要想去移民的問題 就是你自己本身有沒有下定決心 我們看得到的 有很多都是人運魂那一隻去的 人人去去去去去 我又去去 那好吧 那根本的決心就是 根本就是麻木跟風 他根本沒有想過 之前想像的 第一件事 我們經常說 這個是很重大的決定 你由熟悉的環境 轉到陌生的環境 而這個陌生環境 你所面對的問題 是很容易超乎你想像的 所以你看到之前都哭了,很慘的,兔苦的 很容易後悔 又說賺食難 被人歧視 文化差異 等等這些叫做有的 是有的,有人說的 古物論你覺得這些是假的,未必是 我沒有遇過 你有沒有遇過也好,你沒有遇過不代表別人沒有遇過 所以我去到這個位置 當然你要 做一個決定以前 你要想定 你 你預料了有這樣的情況,你行不行 第二件事,其實有些人是很傻的 他什麼都沒有了,把東西撿走一聲 沒有後路給自己的,沒得退的 到你賣了一層樓,然後回來香港 甚至乎把自己的家當在那邊,洗得一乾二淨 你發覺你回來的時候,情況更慘 情況更慘,就比之前更辛苦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 你說如果這樣貿貿然,因為覺得 要走的 然後你預料了不行的,回頭 可以一試的,但是你不要什麼都在那裡 你不要躺在那裡 你把整副身家都扔掉 你輸了又沒有 你怎樣都要留 你只是引動別人 你賭錢,不能夠沽住一閘 是嗎 賭一局 這局 打算可以了 一定可以 不是大小 你就睡著了,隨便飯 但是 爆冷的東西周時有 如果開不中你的飯的時候,你就會站在那裡 所以其實會浪費自己的時間 還有有些人 說年輕人沒得輸 有些人可能 在香港 找了一份好工 本身有一些 不錯的收入 如果你去不錯收入的情況 斷然放下這件事,你沒有想過你到底能否相信 你沒有想過回來的,不過你去到那邊可能兩年後真的受不了,那你又回來了,那你就輸了 那當然 誰會知道這件事 其實就是看你的自己的決心夠不夠 你沒有的,因為有人覺得 不是沒有決心 但是可能有些事情 有人覺得 值得留戀 有人覺得 是在離開之前猜不到的 有人覺得看年紀 我覺得不是看心態 心態決定在一起 不是的,經常懷面蓋上陶醉 我以前在香港很風光的 在公司上,一人之上,一人之下 現在去到外國就被人撕割,然後很慘,很悲哀,日日以淚洗眠 後來很後悔,人家說英國生活很好,外國生活很好 過到去不是很舒服,很慘,很慘,很慘 我這麼慘,最後都搞不定,還是要離開 那你就浪費了時間 當然 這件事 看你自己能捱過 其實 沒有的 你搞不定的,你就只有後悔和低頭 香港 香港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差,又不是想像中 說得那麼差 當然,你說樓價 消費 那些生活 的 脾肺 壓力 是有的 是有的 你可以在東南亞去玩 又近 很多地方都可以很方便 你去交通各樣,吃什麼都有,好不好吃一回事 其實比起外國,你如果去到一些地方,真是悶得你抽筋 你不是想過到去向別人,有些人 很有趣的,真是新史坑的一鄉 看到別人的照片,很美,很棒,然後你過到去之後 找個人聊天也沒有 對著森林,對著樹花草草,原來人都瘋了 人家接受不了那種平靜 接受不了那種 自己一個 那種生活 當然你可能有鄰居,不過鄰居比你隔得遠 不是那麼熱鬧 所以其實在某程度上 你要想這些,你自己人生 你想要些什麼 因為我覺得 如果 你要選擇,你說走還是不走 目的你想要些什麼 你說不是,為賺錢的 如果你本身在香港 有一個不錯的收入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你走來做什麼 你說不是,我本身是一個生錢機器 一個人 你自己一個人是一個生錢機器 你去到哪裡都可以 生了錢 例外 你說不是,我純粹靠打工的 靠努力的 你這麼辛苦 可能爬幾十年才爬上這個職位 才有這個收入的時候 你又願不願意游低做起呢 你不願意的時候 但是你又要學人走 你放下這些東西 然後回頭就沒有了 又要重頭做起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呢 我覺得 你要 看清楚 沒有的 你 一定有個心態 就是說 其實沒有輸還是贏 你走出去 回頭 你預計了可能的情況 在你未走之前 你的收入 生活環境 質素 沒有之前那麼好 但是你說不是 你在外國 你撈不成 你有錢去進修 他人增值 Value add 然後你再回頭 又可能又不同 這個叫魚不過糖肥 所以其實 看你自己 沒有什麼 其實 你說出去了回來 又不是根本又不是一個罪 有什麼問題呢 不適合就回來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很多人都是不會想的 他就是那一刻 好耶 我喜歡人去 我又去 就好像去日本 去旅行 回到深圳 好耶 我上去打卡 好過癮 自己發現又不適合 上去幾次也是這樣 沒有什麼要走 又是那些東西 你明白嗎 那種心態就是很多人都是這樣 最重要是你自己 開心 因為其實 沒有的人 有時候有些事 很簡單 沒有錢的話 你什麼都做不到 你有錢的話 你一樣可以找到很高質素的生活 在哪裡都一樣 所以 女居是有些人選擇女居 你不需要 放棄那麼多東西 你那個彈性是很高的 你不適合就在別處住 這裡也是試試試試試試 沒什麼所謂 當然 不是每一個人都做到 你等同 你移民 你每個人都做到嗎 可以 你出去了 但你是不是 真的可以在那裏 捱回來 或者過得很開心 你想想 身邊 你原先的朋友 很多都沒有 在香港的身邊朋友 每個人都差不多 偶爾約出來吃飯見面 你沒有的 你現在可能是靠 社交通訊媒體 WhatsApp 聊聊兩句 吹爛水 然後大家 離開了環境 都已經截爛了 所以 沒有的 你已經斷落了 你不是靠自己 所以你要看自己 認清自己 需要有些什麼 如果不是 你為了純粹是 人 走我走 你不懂取捨 你自己有些什麼 是願意放棄 不願意放棄的話 你不知認清了 你認清不到自己是需要些什麼的時候 你就遲早 你又會是真的 這些就是精神浪費你時間 還要浪費你錢 所以我自己覺得 移民裏面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你要全身去適應 找到工作 你能不能夠 自己一個搞定 當你辜負寧丁夜蘭人靜的時候 你又想找人談判 又沒有人可以幫到你 有時差 你的朋友在香港睡覺 你就隔起來 大家都不同 你在香港也是一樣的 我女兒說 你香港回通宵 斷落親 沒有朋友 一樣 別人見面 別人出來見面 你又要上班 到你了 有空的時候 別人就睡覺了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 沒有說難不難 最重要是你自己去想辦法 有人覺得 賺錢的 你就賺錢 你覺得不是的 你純粹是尋求快樂的 其實在哪裡都可以很快樂 你在香港都可以很快樂 對 心態決定命運 我覺得 你如果不是的 你的心態本身都很差 你去哪裡都一樣壞 這件事是真的 舉例有些人可能 你會北上的 你要回去內地住的 你可能遲早都要回香港 不習慣別人的生活模式 這麼早吃飯 又是 不是五光十色的 你也是這樣 不如不試一下 是不是不試一下 其實很多人要試一下 是不是 你給你總會試到一個對的 不過你就不要貿貿然 什麼都睡在身上 all in 你有自己的決定 想清想錯 我覺得就沒什麼所謂 不然 沒有人選擇你又選擇 你跟著別人的 條路 到時候你真的不要哭了 好了 今集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